這一張我們要介紹波的疊加 Superposition of Waves 在我們探討過 波的要滿足的波動方程式 以及波呢 滿足這個方程式 它的基本的形式一定是 像如果是一個正弦波的話 一定是長成這個樣子 K.R加OmegaT 或者K.R-OmegaT 也就是要寫成X-VT 這種形式就會是一個波動方程式 滿足這個方程式 它一定是空間的兩次微分 跟時間的兩次微分 要相等 而比例常數就是這個速度的平方分之一 波數的平方分之一 這個非常重要的 任何波一定要滿足這個條件 如果有兩個已經滿足波動方程式的波 互相遭遇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兩個波互相遭遇的結果 就是很簡單的把兩個波做一個加的動作 就可以得到新的合成的結果 合成的結果是不是波呢 因為這個PSEI-1跟PSEI-2都滿足波動方程式 所以它當然也是波 所以我們叫合成波 Resultant Wave 這個Resultant Wave 當然還可以有更複雜的 比如說這樣的線形鐵架 也會滿足這樣的一個波方程式 所以這個也是波 OK 也就是我們把一個波把它放大 若干貝 或縮小若干貝 另外一個波也是一樣 它們的線形鐵架 仍然滿足波動方程式 好 我們最常見的波動方程式 因為我們現在探討光學 我們知道光是電磁波 所以呢 電磁波裡頭有電場有磁場 以電場來講的話 電場用一個正弦波來描述 就寫成這個樣子 其中K代表波向量 Omega代表角頻率 Phi0代表一個向位角 一個初始的向位角 好 如果呢 我們把這個 K.R加Phi0 把它定義為 Alpha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E寫成 10sinOmegaT加Alpha OK 就是這個形式 OK 我們有兩個波 一個呢 是 正幅是 101 這個 另外一個波的正幅是 102 都是正弦波 其中我們 把這個 Alpha1 跟Alpha2 呢 就代表著這個 由 K.R1 跟 K.R2 以及它的初始的角 如果呢 我們把 兩個腳槍減的話 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OK 這是 Alpha2 -Alpha1 的定義 為什麼我們定義這個角呢 我們下面還會再討論 首先呢 同學們先 記得了 我有兩個波 分別用 電磁波 這個電磁波 分別用它的電場 電場 在時間的變化 空間的變化 我寫成一個 像角 Alpha 寫成一個像角 Alpha來表示 好 這兩個波 比較特別 因為它的Omega相等 所以我們叫 Same Frequency 相同的 頻率的波 來在空間中 做線性疊加 線性疊加得到的 合成波 我們叫 Resultant Wave 叫 E下標R 來代表 這兩個波 相加了 就像這邊所說的 我們把它相加了 這兩個電場相加 相加 那麼就是把這兩個相加 就寫成這個樣子 那做這個加法的時候呢 當然 就遇到一個 很重要的 我們要怎麼樣去加這個東西呢 首先呢 我們先把 sin Omega t加Alpha 1 這個函數 利用 三角函數的 合差化機的方法 sin a加 b 可以寫成 sin a乘上cos b 加上 cos a乘sin 所以 一個這樣的sin函數 變成兩項 所以這有兩個 拆開來變成四項 然後我們 分別把 sin Omega t的 跟cos Omega t的 分別 放在兩邊 然後把 它的係數合併之後 就得到這兩項 所以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合成的 向量 合成的波的 電場 寫成 sin Omega t 加上 一個係數 乘上cos Omega t 好 這個就是我們 把兩個 電磁波 試圖要把它做 線性疊加 我們來看看 它的強度 和相位的 變化 我們剛剛已經定義了 就是說我們把 這個 電場的波 波函數 我們其中把 時間的部分留著 而把空間的部分 跟這個初始相位角 通通合併 叫做α角 所以 最後我們寫成這個樣子 sin Omega t cos Omega t 兩個分量 好 接著呢 我們要用 複數分析的方法 還有三角函數的關係 來把這個式子 進一步的來看 好 首先呢 我們用三角函數的方法 來 得到我們 合成波的 新的一個寫法 好 我們先把 合成波 寫成這樣子 它是sin Omega t 跟cos Omega t 然後前面兩個 係數 那麼 我們很簡單的 就把前面這個係數 分別寫成 u跟v 這個是v 這個是u sin Omega t cos Omega t 分別寫在這裡 這是合成波 首先呢 我們把 u跟v 它的這個 平方和開根號 提出來 所以 這兩項呢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除上這個根號的值 那因為我想要把它再寫成 這個 副角的方式 所以 我就把這個呢 看成一個 cos alpha 因為 這個滿足 三角形的 邊跟斜邊之間的 零邊斜邊的關係 所以 我把這個叫做cos alpha 這個叫sin alpha 你可以看到 sin Omega t cos alpha 加上 cos Omega t sin alpha 又再度的使用剛剛的 合角公式 所以 把它寫成這樣子 就可以寫成 sin Omega t 加 alpha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的合成波 又寫回成一個sin波的形式 Omega t 加上 alpha ok 好 那麼 接著呢 那我們就把 我們 這樣 一剛開始的這個 u呢 就是這個量 v 就是這個量 再寫回到我們的 根號 u平方加v平方 寫成這個 這個當然就是我的 er的 10 10 就是這個 10sin Omega t 加 alpha 所以這就是 10 所以10把 u跟v又重新把這些量寫回來的話 就是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那麼 其中的這個alpha alpha的定義在這個地方 cos alpha是它 sin alpha是它 所以我如果sin alpha 除以cos alpha 就會是tg alpha 所以tg alpha就是 這一項除以這一項 分母的這個根號 就除掉了 所以變 v除以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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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呢 剛剛講的是這一項 u是這一項 所以把這個除以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得到的 tg alpha alpha的定義在這邊 得到 而 10呢 就是這個 接著我們再把這兩個 加以畫減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10 就是這個 加這個平方 我們把它平方 展開來 你就得到 這個的平方 cos 平方 alpha1 這個 202的平方 cos 平方 alpha2 這邊也有兩個平方向 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所以 四個平方向 我們先寫下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交叉項 兩倍的這個乘這個 寫在這裡 兩倍的這個乘這個 寫在這裡 所以 sin sin 這邊是cos cos寫在這裡 所以總共有這六項 這六項裡面的前四項 我們就把 這一項 跟這一項合併 因為都是 10平方 然後是 cos平方 sin平方 當然就是1 所以這兩項合起來 就是 101的平方 這兩項 這兩項 合起來就是 102的平方 剩下的這兩項 把 前面的係數 共同的係數 提到外面 這個 cosα1 cosα2 加 sinα1 sinα2 可以寫成 cosα2-α1 所以我們就把 10的平方 簡化為 這個 所以我們就 回到我們 最初的目的 合成波 是兩個分波 疊加 兩個分波 分別是這樣子 疊加完 是這個樣子 經過我們的化減之後 我們 終於 可以把這個合成波 寫成 10 再加這個東西 ok 所以 我們 剛剛這一項 已經講了 前面的係數 就是10 10是 u平方 加 b平方 開根號 我們這邊 u平方 加 b平方 開根號 所以 把這個開根號 就是我們的 所以 10的平方 就是這個 或者 10等於這個開根號 所以我們就推出來了 果然是這個樣子 cosα2-cos cosα2-α1 那麼 tgα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所寫的那個形式 我們沒有改變它 仍然是這個樣子 在這個地方 tgα tgα 所以我們純粹呢 用 三角函數的方法 推出了我們要的 合成波的公式 其中 10 是這個 裡面的α 是由tgα這個式子所決定 所以合成波的頻率不變 仍然是ω 但是 它的 這個正幅的地方呢 是跟這個有關的 跟這個有關 而 記得 α1-α2 是跟 R1-R2的位置有關 所以 合成波是一個新的波 而這個波裡面的這個正幅的大小呢 是跟這個有關的 不只是跟原來波的政府有關 而且跟它的相對位置是有關的 這個呢 就是所有干涉條文出現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位置牽扯到光層差 也就是牽扯到它的強度的變化了 所以了解到這一點 那麼 這個α呢 當然是牽扯到我們的一個向位 如果去平方的時候 它就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 這個去平方 我們去時間平均 所以這個就不是那麼重要 這是個向角 好 總的來講呢 我們就是得到了這個 合成波的公式 那麼我們又還是可以 把這個合成波呢 用負數的方法再討論一遍 我們現在純粹用 三角函數的等式 來推出這個結果 我們還可以用負數的方法再繼續看 用負數的方法 我們可以 把我們合成波 如果有很多個 波源的疊加 再加以簡化很快得到我們要的結果